陳偉妍你好 部長早喔 按照憲法 你站在這邊備詢 是你的憲法義務對不對 是 憲法有沒有說你在質詢時間到了之後就不用回答 只有在質詢時間之內你才要回答有沒有這樣寫 我再說明一次 他是問我啦 剛剛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看主席已經站起來的時候 我問主席說我是不是能夠繼續回答 難道我不應該這樣子尊重主席嗎 這是不是你該問的問題 你要尊重的是外委會 這是不是你該問的問題 你剛剛的說法已經藐視國會 藐視外委會喔 我沒有藐視外 我因為很尊重 所以必須要忠視主席 好 你以後會不會再犯 這不是什麼叫做 讓主席決定的事情 讓外委會決定的事情需要你這樣問嗎 我有請他回答 我有請部長回答 以後你會不會再繼續這樣問 我不曉得你這是什麼問題 我在這邊接受質詢 時間已經到了 我看主席已經站起來 所以我想回答 所以問一下主席 我來回答好不好 這個到底是有什麼錯 我希望你不要再犯 這個事情就是我們外委會的事情 這個是你要尊重國會 時間 外委會的主席 是委員執行的時間 不是你答辯的時間 來 我們先暫停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這樣 以信文跟我都是招委 每一個人都主持的風格 那我的部分呢 我會站起來 因為我比較空時間 但是我也會都尊重委員 盡量講 剛剛也有請部長回答 是不是以信文招委 這個是讓我來處理好不好 你們繼續 我希望外交部長 這邊回答是你的責任 時間的控制不是你的事情 回不回答不是你 這個時間不是你來控制 還有這個議題其實很大 吳部長 你知不知道你上次來這邊是什麼時候 忘了 忘了 這就是你的態度 你知不知道你這個 這一屆第十屆 國會你來這邊多少次 不知道嗎 我告訴你 你看 你第九 你第十屆 我們這三個會期 總共邀請你23次 你只來了11次 你缺席了12次 你的分數只有47分 你去年 你上一屆會期的時候 還比較尊重國會 尊重外委會 邀請你22次 你來了20次 你還可以拿到90分 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會期 這一屆 請你來你都不來 是不是看不起外委會 出席狀況不及格 如果我有請假 委員會同意我請假 這個怎麼能夠算我不及格 你之前就能夠90% 如果那個時間是我可以配合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請假 我們都得準就對了 你請假 我們都得準 我們專案報告 你們都不用來 你這一屆只來 只有47分 不及格 你邀我來 我的時間 盡量來配合 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公務行程 譬如說出國等等的 我就必須要跟委員會請假 這一屆都沒有出國啦 藉口 這一屆都是疫情 你出什麼國啦 出席率這麼差 藐視國會 藐視外會 來給你一個 我11月22號 我做招委輪職 請你來你來不來 11月22如果說我在國內的話 我一定來 你在國內一定來 是 那你現在已經有安排時間 要出去了嗎 除非 有其他重要的公務的行程 你現在已經安排要出去了嗎 經過貴委員會的同意 我會請假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沒有其他的藉口 我一定來 好 那你這個態度咧 祝德代表謝志偉 11月22號邀請 你跟祝德代表謝志偉來報告 剛才那麼多委員都關心這件事情 那他來不來 這個我們還在討論當中 討論什麼 因為 因為 德國最近 國會選舉結束了 他們的政府還沒有組出來 那必須要有一個重要的人 來你告訴我外交部長是誰 德國政府外交部長是誰 蛤 德國政府現在外交部長是誰 國防部長 部長 不用了不用了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現在德國政府才剛在組 你現在就要去見人家哪有那麼簡單啊 人家現在還手忙腳亂耶 你現在就說要去見人家 事情哪有那麼簡單 現在回來剛剛好啦 現在回來剛剛好啦 你今天就算剛上任外交部長 你第一個禮拜就馬上去見其他國家的代表嗎 你外交部或許會 其他咧 所以現在都還在組這個政府 你緊張什麼 而且 現在幾月啊 現在才十月 現在才十月的情況之下 我今天邀請他到十一月 十二月也可以啊 你現在就可以告訴我他不用回來 你這不是藉口是什麼 講啊 我不是藉口啊 那是什麼 你現在就可以知道他十一月十二月通通都不行回來 你今天你是部長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十一月二十二號能不能回來 你現在就知道住的代表 十一十二月通通不能夠回來 我沒有說他不能回來 我們還在繼續討論當中 那你要不要定一個時間 你來講一個時間吧 必須要隔離 必須要經過自主健康管理 浪費了三個禮拜 這三個禮拜 正好是德國政治變動的時間 現在不是剛剛好 現在那個地方正在組政府 根本就不知道誰是誰 所以回來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我你定一個時間好了 我們今天外交部 外委會不能夠叫住外代表回來 背詢今天這麼多委員 這麼多委員都在關心這件事情 你還在幫他辯解 我趙薇也在幫他說明 其他委員幫他說明 為什麼不讓他自己回來面對國人 面對國會 為什麼 我剛剛已經說明過了 所以不需要 沒有說不需要 我們在討論當中 那你來拍個時間 你來拍個時間告訴我們 那必須要了解到 在當地的這個政務 的這個工作 是不是有辦法 那你來拍一個時間 你來拍個時間 來跟我們講 我現在在問你台美關係 你們上一次 你跟顧力熊秘書長到美國去 你們還沒有回到台灣 新聞就跑出來了 新聞跑出來說 這個駐美代表處 你們去跟他談要改名 這個事情 是不是你們對金融時報放話 是不是 如果委員有去看那個新聞的話 你就知道不是我們放話 因為這個是機密的行程 所以我什麼都不能說 不是你放話 為什麼白宮會放話 這個是機密的行程 所以我什麼都不能說 委員是一個資深的立委 知道說處理外交 我們經常性的這種做法 是不對外說明 所以委員再怎麼問我 我也不會說明 這種事情一放話就見光死 所以你今天我剛剛有聽你的答詢 你根本就不敢說 這事會不會成 這種事情一放話 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是讓他監光死 第二個是讓他這個案子不可以死 好 你說讓他這個案子不可以死 這就是你外交部的態度 我們就來看這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時候會做成 今天台美關係的關鍵 是我們的國慶酒會 雙向元的國慶酒會 一直都是我們台美關係的重要指標 我們在馬政府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 有非常多的 這個參眾議員 都會出席 參加我們的國慶酒會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審旅行大使 審代表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有15位眾議員都出席參加 那今年的國慶酒會 我們看到蕭美琴代表 他是以深藍長裙獻身 新聞為什麼是做他深藍長裙 問你有多少美國的參眾議員 參加我們的國慶酒會 幾位 部長 修會期間 部長 部長 我沒有去注意 但是這個是 沒有注意 這個是修會期間 所以你找不到國會議員的 怎麼樣 我們之前的國慶酒會 我們之前國慶酒會 不是修會時間是嗎 不是 我們之前不是10月10日 那個前後再辦 是不是 為什麼之前 每年都是10月前後再辦 就不是修會期間 你幾位 來幾位 每個會期是不是修會 每個會期時間是不一樣 來幾位 你到底今年幾位參加 來歐錦北面市長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市長來時間已經到了 來部長 你知道或不知道 有兩位 幾位參加 兩位出席 一個是 你都不知道 我告訴你兩位啦 你都別說 我比你還清楚 就兩位 馬政府時期 台美關係 我們很好 有15位眾議員參加 你現在在跟我們 吹的台美關係 多好有多好 然後今天 國慶酒會就兩位 就兩位 你這樣說我們台美關係好 好在哪裡 台美關係好不好 不是由國會議員來出席 所以國會議員不出席 就代表我們關係好 就對了 這個是你的數字 如果光是看這個數字 就說我們台美關係好不好 我想我們的這個 角度實在是有點偏差 我們在聯大 人家有幫國家幫我們說話 你不用看數字 我們現在邦家國 勝多少國 你不用看數字 美國參眾議員 來支持我們的國慶酒會 你不用看數字 我們的駐美代表 跟助理國務卿見面 去年國慶酒會的時候 在做這個會 可以公開 祝賀詞 今年520的時候 在做祝賀詞的時候 你還在告訴我們說 有十幾位 十幾位參眾議員 在給我們做致賀的影片 數字不重要 對你有利的都重要 對你不利的都不重要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王